歡迎大家收看要財財經台 來到職場教育資有問必答的環節 這一節會接聽家庭觀眾的電話 解答你們股票疑難 有問題的話馬上打電話來 204-666又或者繼續電郵給我們 我先介紹我們這一節的嘉賓 就是來自我們要財政圈研究部的副經理 陳偉聰先生 Jason Jason 你好 事不宜遲 我爭取時間聽家庭觀眾的電話 首先有梁小姐在旁邊 梁小姐 你好 你好 我問是買883號還是857號 我見兩隻都升了很多 好 見到857 現價是做$11.04 正在升兩仙 而883中海油是做$16.26 正在升升 升風來說是多些 正在升近2% 嘉賓觀眾兩隻有興趣嗎 選哪隻好 這個時候買 我就建議選一隻883 就多些 始終你看到857 其實在說在對上一個多月 其實股價都已經是由$9的位置 就升了上來 接近$11 當然你說這一陣的上升 都是遠於內地方面 之前都在說 接下來那個成品油的調價機制 都應該有機會去到改革 還有就是說 整體那個加價的密度 都可以跟國際油價的變動 是更加接軌 這一方面都令到大家 都對於未來中石油 或者中石化的煉油業務方面 都是有機會可以做好些 但是始終你說 見到股價升了上來這麼多 其實我覺得都已經是 將這個利好因素叫做消化了 所以如果你說這一陣再追 相對來說是風險比較高些 相反如果你看看883 竹海油來說 那個股價雖然你看看今天方面 都似乎是升了不少 但如果你說 看這個多月來計算 那個股價始終都不算 真的有個很明顯的 一個跑贏大事 還有你看到883 今早也是公佈了一個消息 就說它在北海灣那邊 就有個油田方面 正式是投產的了 預期未來的油產量 或者整體儲存量方面 都可以增加 這個利好消息 我相信是能夠帶動中海油股價 進一步上至大概17元這些位置 所以如果你說要買 我也覺得可以在這些價位 可以考慮 暫時上網的目標都是提升17元的 謝謝梁小姐的電話 下一位有張小姐 你好 張小姐你好 我想問一下 我未買 我想買水泥股1313 13323 另外一隻31重工631 我想看看哪隻比較好買 先講兩隻水泥股 華人水泥現價做5.2 升印有5% 至於3323中建財方面 升印1.6% 現價做9.49 今天水泥股方面整個辦法 怎樣看?兩隻來說又怎樣隔離? 水泥股 如果你看到未來兩三個月 我覺得股價仍然有條件繼續上升 畢竟你看到內地水泥價格 在上個月開始有個明顯反彈 再加上昨天內地公佈 固定資產投資方面的數據 也看到內地方面的基建項目 或者房地產的開工量 都在九月份 按月有個明顯的反彈 再加上第四季 傳統都是屬於建築業的往季的時候 我相信對於水泥這個行業 未來這一季 都應該是有機會繼續做好的 但如果你說要買 不妨等這些股份 股價回跳回一層的時候 才去到吸納 那麼多隻裡面 你說懷孕水泥或者中建財哪隻好些呢? 我覺得如果你說短期裡面 懷孕水泥的直撥就比較高些 因為始終南方的水泥價格 就似乎那個升幅都是比較大些 但如果你說以一個追落後的角度來講 又或者以一個中線的角度來講 中建財我相信未來的股價 都有條件追回這幾天的落後 所以如果你說要買 而追落後的穩定性來講 中建財就相對比較好些 如果你說真的看那個價位來講 我都建議可以等它落到大概9元左右這些位置 才去考慮買日回 蔣小姐姐是否想問一下 631國際價格 是啊 631是 好啊 見到現價來講 正在做四個四號七 正在升九仙 升風來講已經是有2% 那這隻重型設備股來講 有看不看好呢 這隻股份相對的不確定性是比較多些 一來你看它本身的管理層的變動 其實在過去兩三個月都很頻密 主席方面又變動了 另外CEO方面也變動了 還有很多高層都宣佈辭職的時候 都令到可能市場上都比較擔心 究竟會不會公司接下來會有什麼重大的變化 所以你說基於這些風險因素 我覺得就算你說要買都好 那個駐馬方面 不要說真的買得太大駐了 還有都要看那個股價表現 暫時一個比較大的阻力區 就是在四個六這些位置 見到今早股價雖然是上過去 但亦都不能夠是站得穩的 代表著如果你說四個六這些價位 升不穿的話 整個橫行的格局仍然都是未變 下面是有機會去試一下 就是四元這些價位 好 麻煩了 就是張小姐的電話 接著下一位又有邱小姐 你好 你好 主持好 你好 你好 我想請問兩支股票 首先就中移動 我沒有貨的 我想請問你什麼位置買入呢 好 先說九四一 中移動方面 之前他一向說 TDLTE方面 已經有個準備在這裏 炒了一陣 現在來看 現價做的是84.8毫半 跌的是二雄五仙 這隻來講 長線來講是否依然看好 長線依然看好 但短期究竟它那個 升勢能不能夠可以 跑贏的大市 暫時來看都保守一點 因為始終見到近期的資金 都偏向追回一些周期性股份為主 即是說一些資源 一些行運 工業等等那些板塊 就相對會做得比較好 反而你說電信類的股份 始終近期都不是資金追捧的對象 還有你說4G方面的發展 我相信都要最快去到下一年 才有個比較明確的方向 今年如果你說中央方面 都未批出4G牌照的時候 照計對中移動的盈利的幫助 短期來說就不會太過大的 如果你說中長線持有的 可以考慮當股價落到大概83元 樓下可以去到買入 初步看短期的阻力區 就是87元這些價位 一天穿不到這些位置的時候 我都覺得股價 仍然都不會有太大的突破動力 優先生還有另外一隻要問嗎 請問財險33200 因為它之前去到10元年4日 已經回回來了 我想請問這一刻最高去到什麼位置呢 在哪23200的財險 現在正在做10.3元 正在升6仙 這隻來講又怎樣看 這隻我覺得相對可以看好一點 在這麼多隻保險股裡面 你看到它之前出的業績方面 都相對是做得比較穩定些 還有那個盈利或者保費收入方面 都仍是keep著一個正面增長 所以你都見到股價 由9月開始到現在 整體的升幅都叫做不少 都可以留意一下 如果你說本身都叫做有貨的話 暫時可以先拿著 初步如果你說看回10天線守得穩的話 問題不是說太大 10天線就是在10元這些位置 如果你說跌穿10天線跌穿10元的話 都可以先做一個資產 守得穩的話 暫時上網的目標可以推高上去 大概10.8至11元左右 好 下一位就聽聽下一位嘉寧觀眾的電話 有徐小姐 喂? 是 徐小姐是嗎? 我還問1919和277去到哪個價位 好些 本身什麼價位買了? 有買了 好 好 見到負力地產方面 就是9.3毛3 現下做 跌近超級1% 至於1919中遠陽方面 跌近7 跌近2% 現下做3.8毛3 嘉寧觀眾有貨 想知道什麼價位沽 先說負力地產 你看看近一個多星期 即是黃金周打口 內地見到很多一線城市 新盤推售的表現都相對不錯 所以我相信這些內房股 這一陣都有機會追上來 特別你見到負力地產 其實在股價跌下去 之前的低位大約8.6 都明顯是有個支持在那裡 這幾天都見到低位的反彈 都挺明顯的 甚至乎都是昨天來講 升穿這條中線的下降軌 所以初步來說 如果你說拿著的話 都可以等股價 接下來上回大概10元 這些位置 才考慮沽出 好 多謝了 徐小姐的電話 接著就來看看 就是胡小姐的電話 有什麼問題 胡小姐你好 小姐好 我想問一下992和939 我的992是沒有貨 我想問一下什麼價位 入點炒 數目多少 好 上短炒 就是聯想的 現價做6.24 跌超過1% 上來的短炒應該是什麼 短炒的話 可以留意之前一些相對的低位 大概在6.1%這些位置 如果你說股價落到這些位置 跌不穿的話 都可以搏一搏 希望接下來有個反彈出現 但都要留意一旦 連6元這些位置都跌穿的話 整個形態都叫做比較差 短炒的部署 可以考慮大概6.2%這些位置入市 設定止洩位就放在6元 上面 初步來說 大概在6.4-6.5 都有短期的阻力 穿到這些位置 才有條件 再上去 就是今年9月初 或者8月中的高位 大概是6.8 6.9這些價位 另外小姐想問一下 939是一件行的 我們突然會出賣 第三季的業息 見到現價做5.8.3 剛剛調升了 就是3.4元 這件行的 會不會看得樂觀一點 內銀股 內銀股始終最大的風險因素 就是下個星期公佈的業績 現在市場上的看法 都覺得這些大型的內銀股 息差收窄的壓力 就不算是很大的 如果你說到最後出到來的成績表 發覺壓力都不算是很大 還有那個盈利增長 都保持到十多個百分比的話 我相信對於它的股價來講 就未必會出現一個很大的跌幅 所以如果你說真是未買的話 都可以等它公佈業績之前 大概在5.6至5.7這些位置可以買入 你見到它的業績是好過預期的時候 都不妨是拿著它 直到股價上大約6.2至6.3 才度價去到沽出 好,謝謝各位家庭觀眾的電話 接著就要解答一下電郵問題 有位殷先生想問一下Jason 在過百的時候買了3.23馬鋼 見到現價是在做2.09元 跌3元 阿高閣的買入價 想知道上網空間有多少 指責位有時來 這隻買燈不錯的 因為你見到近期的資金 都是偏向追逐建築相關的原材料股份 鋼材的價格 都見到在上個月開始明顯回升 看看一些生產的數據方面 也見到內地的鋼廠 由上個月開始也增加了產量 代表著這一方面的需求 似乎開始有見底回升的跡象 所以如果過百買了的話 暫時可以先拿著 我相信股價 今次的調整不會太大 兩元左右支持位應該也算是挺強的 如果以形態來說 之前也做了一個比較大型的箱底 一旦如果兩元這些位置站得穩的話 再上網中期的目標 我看上去大概2.4至2.5元 危身上賣一隻是390中鐵 現價來說是3.73元 創了高位 高見是3.79元 他在3.03元買入 同樣想知道 上網空間和指站位 3.03元買到現在 可以說真的升了 接近三成多 當然如果短期打算先吃壺 我也不反對 因為畢竟你見到股價都真的升得比較多 還有短期 我相信股價都有機會 在大概3.6至3.8 這些位置 先做一個整股 如果你說這些位置 沽了去 等股價落到3.6 才再買回 都是一個挺合理的策略 如果你不想沽 都繼續想著長線持有的話 都不妨可以 這些位置先拿著 我相信 接下來的股價 在這一層調整完之後 仍有機會挑戰4元這些位置 答到最後一條 就是電郵問題 想問就是 渣打2888 嘉廷觀眾說 Ricky 留意了渣打好幾個星期 看到價格一直這樣上 上入 大後怕快到頂 想問問 Jason 應該甚麼價位買入 只賺只蝕 整個部署應該是怎樣的 現價正在184.5 渣打方面 都叫做受惠 近期歐洲 都有一些利好消息傳出 都見到股價都開始上去 近這半年的高位 如果你說買的話 都可以等股價來 看看有沒有機會 下到180元樓下至176元這些位置 可以考慮 短期的上網目標 都是先看大概是190元 這個短期的阻力 穿到這些位置 再推了目標價上去 就可以看回到今年年初 204的高位 好 問答到這裏 謝謝Jason 先跟你做個申報 剛剛所說的股份 自己有沒有持有的 沒有持有的 好,謝謝Jason 待會繼續有Jason在身邊 和大家跟進 各別的高分